柯文哲市長說 他找副手的條件是兩個 一個叫做互補 第二個叫做年輕 柯文哲市長的這種講法 我非常的相信 但是第三個為什麼沒有講呢 有不有錢 是不是你們決定的條件之一呢 今天看上吳欣營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專業跟他的國際觀 他美國的名校 英國的名校 在英國擔任過木樑 他也是第一位在歐洲議會 擔任這個公聽會主講人的 台灣立法委員 這些都是他獨一無二條件 他關係的議題 跟一般的立法委員完全不一樣 都是一些國際的氣候議題 不然還是數位醫療 或是說主權基金 這都是很少人提到的 柯文哲今天的參選 他已經證明一件事情 他不需要所謂的20億 還是所謂的100億 就能夠選舉 他今天跟所謂的 國民黨大黨思維 那是不一樣的 不需要跟誰去委屈求全 我們跟郭台銘平起平坐 今天來白破局 可能有彼此DNA不同的原因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那就是大家的目標不同了 但是沒有必要 去幫別人摳一個帽子 侯市長跟趙超開先生 他覺得非常高興 右邊這邊 然後就看到柯市長 跟吳馨怡在那邊沉重的講話 然後柯市長全程拿稿 你大家有發現 一張紙照念 念完之後還翻下一頁 不敢亂講 念完之後還翻下一頁 然後繼續再講 然後吳馨怡就站旁邊 然後眼神一直飄來飄去 那我不曉得這種東西 民眾黨有什麼想法 但是我覺得 接下來真的是 兄弟跟他各自努力 藍白河講了很久了 現在我們各自努力 我們也祝福民眾黨 能夠得到最好的成績 來 田律 我就簡短回 我相信柯毅他先生身上 應該是有滿滿對於昨天的這個 對於可能是 郭董那邊的一個怨怒 然後這個部分我覺得也OK 但是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扣一個大帽子 就是說什麼財團 財不財團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邏輯 就像是過去為什麼 過去大家在講說居住正義 然後變成是 有房產就不能談居住正義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所以你今天說什麼 他今天 因為他過去出生的背景 所以就不能當副手 這是什麼邏輯 這間邏輯本來就很奇怪 今天看上吳欣營 我們在黨內會高票通過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專業跟他的國際觀 他美國的名校 英國的名校 在英國擔任過幕僚 保守黨的幕僚 他也是第一位在歐洲議會 擔任這個公聽會主獎人的 台灣立法委員 這些都是他獨一無二條件 他關係的議題 大家可以去看 跟一般的立法委員完全不一樣 都是一些國際的氣候議題 不然是數位醫療 或是說主權基金 這都是很少人提到的 好 那我回頭過來什麼 財團 財團 柯文哲今天參選 他已經證明一件事情 他不需要所謂的20億 還是所謂的100億 就能夠選舉 他今天跟所謂的 國民黨大黨思維 那是不一樣的 不需要跟誰去委屈求全 我們跟郭台銘平起平坐 郭靖銘在剛剛 他已經有一些相關的這個 為了台灣好的一些聲明出現了 我相信在今天的 所謂在野整合上面 大家是有志一投要往前進的 今天來白破局 可能有彼此DNA不同的原因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那就是大家的目標不同了 但是沒有必要 去幫別人扣一個帽子 我今天也不會說 扣一個帽子說 侯友宇的格局很低 念一件簡訊 我也不想來講這些東西 應該是這麼說 我有我們的坦蕩 你們的表現 那是你們的格局 那個我也不想講 你今天如果帶有如此情趣 講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今天那個前面 我們努力想要一團和氣 老實說也沒有必要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 還是一句話 一團和氣 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四個來賓當中 笑得最開心的就是以翔了 這就是我要的結果 我要的結果 對不對 藍白破局 藍白吵架 我得利 誒 但真的得利嗎 美麗島77期 蠻妙的 你看賴清德的部分 31.4 何友宜31.1 這柯文哲25.2 31.4跟31.1 基本上又開始要麻花捲了 坦白講原本說你們是躺著選 到現在要跑著選 到現在藍白破局 又會不會又躺回去了 第一點要問 第二點是 柯文哲現在 從上禮拜三 從上禮拜六 直接冰斗 到現在自己出來選 承諾 這些選民們 還會相信他嗎 先講第一個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開心 為什麼 因為自己身為台灣人 看到一個前任 中華民國總統 被如此的羞辱 我覺得身為台灣人 也感到有點難過 更虧心了 事實上就是這樣 我也是全場看直播 我覺得其實滿難過的 我不知道在場 有沒有這樣覺得 就是不數字刻 所以講了十分鐘 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請你離開 甚至於說 為什麼有人邀請你 等等 所以我覺得看了整個結果 確實會覺得是一個鬧區 但不會覺得是一個喜劇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有關這個 躺著選的概念 我舉個例子 昨天大家在軍藥發展催冷氣 甚至於有人還跑去咖啡廳 喝咖啡的狀況之下 賴性的從頭到尾 跑了11個行程 到10點多最後行程結束 蝦美琴副總統第一個行程 在早上我去主持的 就是一場國際記者會 面臨各國際媒體的 一個挑戰跟提問 這個是躺著選嗎 如果這是躺著選 預設立場的話 那我好說我真的不知道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在選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不存在的一些論述 大家想扣上民進黨說 現在選舉你好選 但事實上 就從頭到尾就不是如此 包括我們自己參與選上 從此刻起 我當然發現人 是我記得大概6月的時間點 我記得當時我接受到的訊息跟任務 就是說我們最終要做好準備 那準備是什麼 就會是一個一對一的狀況 所以從頭到尾就沒有躺著選 從頭到尾也沒有 大家得這樣子認為說 我們會贏得選舉 很輕易贏得選舉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必須說民調的事情 民調的事情真的是很荒唐 但事實上也是反映的是什麼 就是國民黨長期在講 政黨優勢 政黨的優勢其實就是反映如此 我舉個例子為什麼 一個多禮拜前 柯文哲跟侯友宜 大家在談所謂的藍白河的時候 就是說最終用民調來比對不對 對 那我很多包括我自己 屬於比較偏懶的朋友 大家接獲到任務說 那我就在家裡接電話 為什麼 因為我的電話 我的答案可能會決定說 今天是侯柯配 侯柯侯配 所以因此大家反映出 你看差不多就一個多禮拜前 民調開始往上飆 那飆的最快是什麼 就是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就是有 他的政黨的優勢在 他的政黨的實力 就是說我今天有 有好幾隻位立法委員 十幾位的縣市首長 縣市議員等等 大家都在家裡守的電話 自在家裡守電話準備來接 那你可以看到侯友宜的民調 立刻往上飆 反而柯文哲大概還是平平 就是20幾%左右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會覺得 國民黨有一點委屈的地方 我自己身為民進黨 我都看了覺得 國民黨有點委屈了 因為國民黨到底他的論述 唱不唱通 到底他的論述邏輯是不是通了 是嘛 簡單說就是是嘛 你今天你要討論誤差範圍 你一定是兩個數字的誤差範圍 國民黨的民調誤差範圍 難道民眾黨民調沒有誤差範圍嗎 彼此也是正確的 所以今天如果民眾黨認為 我只有一個數字有誤差範圍 只有2.8到3%說的算的話 那就是不瞭解統計學 我說那也沒有關係 那你至少白紙黑字寫清楚 那你白紙黑字也沒有寫清楚 那最後是誰的問題呢 很明顯就是柯文哲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就說 我很難得說 而且可以看到 我罵民眾黨這一塊 說他不講理 不是因為民眾黨 對民進黨的民調有所挑戰 甚至於是相反的 國民黨現在挑戰性比較高 但是我覺得站在理的這一邊 民眾黨是站不住腳的 國民黨是站得住腳的 在今天在登記的過程當中 我們來看他說 他說其實昨天那個會談 真的是鬧劇一場 但他同時說 他道歉這件事情 但他同時也批評國民黨 你是不是來踢館的呢 對不對 你來就是來踢館的呢 好現在柯文哲也說了 志同道合的朋友 都願意幫忙服選 現在是怎樣 吃藍小雞的豆腐嗎 藍小雞要這麼不爭氣嗎 還是在跟藍小雞招手 最後大家大難臨頭 各自飛呢 當然今天零一套也已經講了 既然沒有辦法合 那就不用來站台了 來博弈你怎麼看 在昨天一出鬧劇完 到今天他道歉 又說你們來踢館 真的是大街罵人 小巷道歉是這樣嗎 我想說 如果柯市長覺得昨天的馬 猴豬去踢館的話 那我直接認為 你柯郭昨天根本就在設 鴻門宴嘛 而且殺氣就是很重 從一開始就殺氣滿滿 從一進去的 講實話 如果郭台銘 郭董是主人的話 那為什麼當侯市長 馬前總統 竹竹取到現場去的時候 沒有任何一個人下來接待 沒有人管他們 然後他們三位到了會場裡面 竹竹坐了二十幾分鐘 沒有人理他 這是你郭董的代課知道嗎 還是這是你柯市長的代課知道 然後接著下來 會議都還沒開始 但是郭辦的發言人世雄 又開始一致的挑釁 甚至來說把麥克風拿回來 這個是柯跟郭的主場 主辦的場地 這種東西請問一下 你對於現場的幾位 來贏的重要人士 你的尊重在哪裡